我预计美联储货币政策将会发生转变 它们将不会继续加息 一旦这是事实 那么市场基本面将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动 国际经济师拉尔斯·克里斯腾森如此认为 由于房价高涨以及失业率上涨 農威经济看起来越发的脆弱 那么您对三个月之后 欧元对農威克朗的汇率走势 有何预期呢 显然鉴于原油价格下跌 農威经济遭遇到很大打击 相比较众多出口型经济体 農威经济模式则是依赖于原油出口 因此油价降低 让其受到的影响更大 不过在我看来 接下来一到三个月时间段内 国际经济形势相较来说更为重要 如果全球金融危机继续加深的话 那么油价还将会继续看跌 依我之见 也会导致農威克朗汇率相应走弱 纵观中期前景 哪些关键因素会影响到 您对欧元克朗六个月之后的汇率走势的预期呢 总体上我认为 当前我们看到農威克朗被抛售 无疑说明很多 各类负面因素都影响到農威经济 不过我相信 一旦油价回稳 我们将会看到来自央行的 特别是包括美联储 欧央行和日本央行在内的 监管机构的更多措施 因此我认为 六到十二个月时间段内 经济基本面将会发生变化 我也开始有一些看好挪威克朗走势 因为当前价值无疑是被低估了不少 后续应该会有所回涨 全球金融形势稳定下来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预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会发生转变 他们将不会继续加息 一旦这是事实 那么市场基本面将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动 这是我对未来六到十二个月时间段内 市场走势的预期 我相信才会看到挪威克朗的走强 最后一个问题 最近全球市场油价再次暴跌 挪威经济无疑是需要进行多元化的发展 以避免一条路走到底 防止出现所谓的荷兰病危机的出现 那么您对该货币队十二个月之后的走势有何预期 我认为未来我们需要关注油价走势 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而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中国的经济状况 以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 未来十二个月 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中国方面的货币贬值 同时我们还预期美联储或许会改变当前的货币政策 转而回到宽松货币政策 而一旦这些变动成真的话 在我看来基于更多的基本面信息 挪威克朗将会上涨 欧元对挪威克朗的汇率将会达到9.30 大大高于现行水平 我们会看到短期时段内的逆风向消失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